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名誉维权案件进展,乐华娱乐积极维护艺人形象。 近日,乐华娱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他们将对散布虚假信息严重侵犯艺人王一博名誉的造谣者采取法律行动。 这一举措表明了乐华力保旗下艺人的决心,并亦在维护艺人的合法权益。 据悉,近期网络上流传着一系列针对王一博的不实指控和诽谤言论。 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年轻艺人,王一博一直以其才华、努力和正直的形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然而,由于不明情节的炒作、不负责任的媒体报道以及恶意编造的谣言, 王一博的名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面对这种情况,乐华娱乐公司立即采取了行动。 根据公告,乐华已经委托顶尖的律师团队对造谣者进行起诉, 并将通过法律手段严厉打击这种恶意行为。 乐华表示,他们将坚决捍卫王一博的名誉权益, 维护艺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同时,乐华还呼吁广大粉丝和公众理性看待事物, 不被虚假信息所蒙蔽,不随意传播谣言。 作为支持王一博的忠实粉丝, 积极传递正能量是更好的表达方式。 乐华表示,他们将与粉丝一起共同守护艺人的公平、公正形象。 对于乐华公布王一博名誉维权案件的进展, 社会各界也纷纷表达了关切和支持。 许多娱乐圈内的明星和公司纷纷发声, 对王一博受到的诽谤表示愤慨, 并呼吁公众一起维护艺人的权益和名誉。 此次事件再次引发了对网络传言和造谣行为的关注。 公众普遍认为,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使得一些人滥用言论自由, 恶意损害他人的名誉。 因此,有关部门和企业应加强对网络言论的监管, 同时公众也应培养正确的信息辨别能力, 不轻易相信和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 总之,乐华公布王一博名誉维权案件的进展标志着对造谣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相信通过法律手段的维权行动, 将为艺人王一博恢复清白, 重塑公众形象。 希望这起案件能够引起更多人对网络谣言问题的关注, 并加强对艺人名誉权益的保护。 近日,乐华娱乐发布了一份关于王一博名誉维权案件的进展说明。 据悉,乐华娱乐已经委托律师起诉那些造谣者, 以维护王一博先生的名誉。 在此次进展说明中, 乐华娱乐强调了王一博先生的优秀品格, 他一直秉持致诚至善的态度, 身为演员的他拥有良好的基本素养。 同时,乐华娱乐也呼吁那些尬黑的键盘侠们停止对艺人的人身攻击, 拒绝造谣诽谤, 做一个理性文明的冲浪人。 这样的呼吁无疑是在提醒大家, 网络空间虽然开放自由, 但言论自由并不等同于自意造谣和攻击他人。 乐华娱乐并未透露具体的维权细节, 但可以看出他们正在积极采取法律措施, 以维护王一博先生的合法权益。 对于乐华娱乐的态度, 粉丝们也表示支持和理解。 维护艺人的名誉和形象是任何一个娱乐公司的责任, 而王一博作为乐华娱乐旗下的重要艺人, 其声誉和形象也是公司的重要资产之一。 然而, 也有部分粉丝对乐华娱乐的声明提出了疑问。 他们认为声明中并未提及PC, 而且告的也只是去年和今年的事情, 对于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粉丝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解释和澄清。 此外, 还有粉丝对于乐华娱乐提交材料的时机表示质疑, 认为乐华娱乐当初发声明的时候应该立即提交材料。 无论是对于乐华娱乐的支持还是质疑, 我们都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对于艺人的维权问题, 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信任, 相信他们和他们的经纪公司会选择最合适的方式来处理。 作为粉丝, 我们可以继续关注王一博的作品, 支持他的发展, 而在网络上也应该秉持理性文明的态度, 共同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 让我们一起为王一博的生日祝福, 希望他能够在事业和生活中继续蒸蒸日上, 成就更加辉煌的未来。 乐华公布王一博名誉维权案件进展, 造谣违法, 侵权必告。 乐华娱乐公司在7月27日发表了针对王一博先生名誉维权案件进展的声明。 声明指出网上流传的关于王一博的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诽谤。 乐华娱乐公司呼吁广大网友理性看待网络信息, 并不轻易相信未经证实的言论。 王一博是一位备受喜爱的艺人, 始终遵守法律法规, 并一直积极, 尽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他在担任工作期间认真负责, 遵纪守法。 然而,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许多不实言论, 严重损害了王一博的名誉和形象, 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为了维护王一博的合法权益, 乐华娱乐公司决定采取行动。 乐华娱乐公司强烈谴责那些恶意捏造事实, 扰乱公共秩序的人, 并将采取各种必要的法律手段追究他们行政和民事责任。 我们坚信正义终将战胜谣言, 王一博先生也将获得公正对待。 我们呼吁广大网友要保持理性, 谨慎对待网络信息。 在互联网时代, 信息传播非常迅速, 但其中也存在大量虚假信息和恶意重伤。 我们作为理智, 明智的受众群体, 应该学会辨别真伪, 在遭遇不实言论时保持冷静, 并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自己关心事情真相的态度。 最后, 乐华娱乐公司将继续全力支持王一博先生, 提供最好的帮助与保护。 我们相信王一博先生凭借其才华和努力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迎接挑战,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在这个充斥着谣言和诽谤的时代, 我们应该共同守护每一个人的名誉和尊严, 营造一个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